变态 腿部的按摩 怎么按才最好 我觉得是 老公按最有效的 虽然它比我高 但我腿真的比它长很多 我的腿都她的腰那里 她腿太短了 Hello 大家好 L的朋友 你好 我是瑞莎 我今天来到L 介绍给大家我的美腿 要怎么保养 如果比较没有时间 去健身房的话 那我们外侧可以用这个动作 然后如果是要连内侧的话 也可以 不一定要击起 就一直脚放这边 也是脚不要放底上 就是刚好这边会连到肌肉 后面夹长 就是一样 偏 然后膝盖要直直的 然后要注意 这两个骨头一定要在底上 不能歪掉 腿部的按摩 怎么按才最好 我觉得是 老公按最有效的 因为它的角度啊 比较对啊 还有它比较有力量啊 最好当然是大概20分钟内 但老公常常会抗议 就说哦我要睡觉 可能平常10分钟而已 小腿平常是会晚上 超360度 我觉得老公的角度还是比较好 然后就是大腿也是这样子晚上 也是最好360度 他最喜欢我眼睛还有我的个性 他喜欢个性比较强的女人 然后比较独立 他说我熊生气的时候特别漂亮 变态 我的腿他没办法 因为他腿太短了 老公对不起 但他自己知道 我的腿都他的腰那里 虽然他比我高 但我腿真的比他长很多 一颗蛋 然后一个阿波卡的 对 因为我们很爱吃阿波卡的 但他就是会站在那边 然后一直说 一直说 就站在我上面 原来一直说阿波卡的对身体多好啊 然后 我们老了要去旅行什么的 就用这些理由 我觉得 什么都老了 去旅行 对啊 你去啊 我要工作 因为我其实从三岁就开始练韵律体操 小时候是欧型腿 那因为 练韵律体操会让腿变比较直 比较长 然后我到现在 其实没有一天 没有一日体操的一天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真正的会留在台湾 会变台湾人 后来就知道 会长期住台湾 然后也快拿到台湾身份证的时候 就变成比较勇敢 然后比较敢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看到小朋友的时候 他们每一天都一定会做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心情很低肉 我就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哭 突然我感觉到有好几个人从后面抱着我 就感觉到像家人一样 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我一开始不敢回头 我一直在猜 那是谁 应该是谁 我是他们教练 他们刚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感动 你多么可能会上试诺 你多么可能会来 但大会都会说 咱们可以做东西 但是好不过 咱们不过 咱们不过 咱们 Despac泽 原意 你的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